大家好,这期跟大家分享芦荟 现在已经进入了芦荟的生长旺盛期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如何养护才能让芦荟在这个生长阶段有着更大的保障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三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更换盆土 当我们养殖的芦荟所用的盆土如果出现板结 那么在这个气温适宜的情况上 我们就要及时的给它更换盆土 这样才能让它有着更大的生长空间 第二点养分 当我们的芦荟已经冒出新芽的时候 也就是它消耗养分量最大的 这时我们就必须给它补充一些各种有机肥 我们最常用的有机肥 也就是像这种芝麻饼肥 这种芝麻饼肥所含的蛋理甲元素非常丰富 尤其是一些氨基酸还有粗纤维蛋白等等都是比较全面的 它是一种绿色有机肥 它所含的有机具非常充足70% 土壤的有机具多了才会让土壤更加蓬松不会出现板结 使用方法我们只要在盆土边缘给它挖一条沟 然后再给它撒入回一次土壤 像这样的盆栽我们大概用二三十粒 沿着盆壁慢慢的给它撒入均匀就可以了 第三点就是温度 因为在早春气温不稳定 在南方气温虽然温暖 但是在北方的话还是比较冷的 周夜温差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要观察好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这样对芦荟的生长才有更大的保障 如果你的芦荟像我这一颗芦荟已经抽荐冒充花苞 我们就给它使用一些磷酸钾高磷高钾肥给它使用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快速的开花 好了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芦荟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